就会出不来 那再来OK 那我们就拉出一个这个角度 其实165度拉回来 记得就是焦点的地方 点下去确定是焦点点下去 那焦点点出来之后的话 接下来 我们就把其他的线段 多余的线段把它修剪掉 因为我要的是 底下这一块 所以其他多出来线段 我就分别把它修剪掉 那修剪哪一些线段呢 特别是中间这条 尖留着 因为等一下要偏移 那上面的地方修剪空白键 这边这条线不要 这条线不要 然后 这边这条线 跟这条线 跟这条线 这样就修剪完 要干净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往上 步步高升 那你自己如果还在做你也可以再往上 往上 你这个一直往上跌 那这里的话呢是30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一样用偏移 偏移多少 15 Enter 然后把这地方向左 向右 OK 先两条辅助线 辅助线做完毕之后 其实你如果说呢 不希望图面太乱了 你可以先把中间这一条 先删掉 这样 因为他基本上用不到 然后呢 我们可以用 线 这个地方也是点 从这边 拉过来 15度对 碰到焦点 OK 然后把他空白键 再来的话呢 就是 修剪 空白键 然后一样 从这边 这条线是 我们这一条 这一条 还这一条 这一条 然后折过来 这一条 这一条 最后这个是独立线段 所以你要怎么样 选他 按Delice 或者上面这边有个 删除 OK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画得出来 应该理论上 这个是 他要的 OK 所以这个逐步逐步慢慢画的 你不要一直急着说 像有一些我看 网路上 或者其他老师上课的 就是一下 画很多很多 然后 再慢慢全部慢慢慢慢删 可是会变成图面很 不容易 不容易 就是说 很 精确 所以 比较容易出错 那我们是逐步的 由下往上 OK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来试试看